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21日 星期日 中美會談就爆出了一句金句 就是楊潔篪 這傢伙說了一句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變成 即時就大陸瘋傳這句說話 也有很多周邊的產品在淘寶業賣 例如很多T恤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紅色T恤 也有69元人民幣 也有這個 iPhone套 也是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紅色的iPhone套 也是白色T恤 很多種不同的紅色T恤 究竟這件事為甚麼會變成這樣呢 這個也可以說是中國人那種民族的自卑感 他認為 被美國人欺負了那麼久 現在終於有人吐氣釀尾 在嘴巴上 跟美國抗爭 當然只是閒於嘴巴 先跟大家讀新聞 讀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和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月費贊助 楊潔篪說 美國 沒有資格 居高留下 跟中國說話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在中美的高層戰略對話上面 超時發言所說的這句說話 成為內地網民業譜金句 甚至好像興奮劑一樣 被印製成T恤 手機殼在淘寶出售 反映易烈 對於昨日這場中美對話 內地愛國網民今天繼續情緒高漲地討論 對於中方的強硬發言 他們覺得中國已經站起來了 又嘲諷美國之音華裔記者 被人阻撓拍攝白宮的遭遇 也有人棄然這次中美對話雙方最大共識 是共同宣佈取消午餐會和晚餐會 在淘寶網出售的中國人不吃這套T恤 有平有貴 由30至69人民幣都有 除了中國人不吃這套的八個大字之外 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 從中國說話 英文版 從網店顯示出售數量 網民對這類T恤反應一半 然後 就是中美之間的三場對話 成為網民連日的熱烈討論 不斷尋找雙方對話中的金句來做議論 直至楊潔篪說出 我們的價值就是人類的價值 是和平發展 公平正義 這個新聞截圖 跟美國白宮安全顧問沙利文的說法 他們說我們的價值就是美國利益優先 把這個發言截圖拿出來對比 評為文明的對決 指中國追求的價值 無論格局境界 也高出只顧自己的美國老甚多 但是 問題就是中國的價值 其實不是和平發展 公平正義 中國人 是不是究竟需要這一套呢 中國人 從來都不需要民主自由法治人權 亦都不需要和平 亦都不求公平公正 正義在中國從來都不存在 和平 只是中國 共產黨說的 發展 就是他要發展 你一定要配合 中國人究竟要吃哪一套呢 現在 整個民族在集體亢奮 當時在這個90年代 江澤民年代 當時 美國每一天都在商討 我們每一天聽到新聞都在說 中國 得到美國就把他列為最惠國待遇 當時每天都說最惠國 每天都是這段新聞 所以 當時的五毛 憤青 當時有些被人稱為憤青 憤青 憤辯的憤 這群憤青就寫了一本書 叫做《中國可以說不》 其實意思就是怎麼說 你可以說不呢 但是你不要加入人家的俱樂部 你不要加入文明世界 一定可以說不的 給自由你好不好 中國可以說不 給人權你好不好 中國可以說不 這個意思就是跟全聚德的鴨說 現在中國人就正如全聚德的鴨 在這裡出來遊行 高舉 我們全聚德的鴨 誓死捍衛全聚德的經營權 對於全聚德的 發展方向 我們是一致支持的 我們全力配合 他的發展方向 他要我們點死就點死 他要我們做撇皮鴨 我們就撇皮鴨 他要我們的鴨來煲湯就煲湯 中國人 就是全聚德的鴨 但是這批鴨 只是支持全聚德 即使全聚德 待會就要敲他們來吃 要撇皮鴨他們 但是他們 不僅沒有任何怨言 而且他們誓死捍衛全聚德的發展權 這是全世界最好笑的一個國家民族 他們從來都不需要民主自由法治人權 他們需要的是 黃帝 現在習近平 是太監 像是王滬寧 是駱惠寧 全部都是寧 夏寶露 要麼就敢以為 像是香港警察 大陸的國安 公安 國保 還有奴隸 就是13億 奴隸 大家明白中國人 究竟是哪一套 中國人就是要做奴隸 而中國人 最重要 危康說過一句說話 就是要做穩奴隸 因為 中國很多時間 是想做奴隸而求不得 這個當然是在戰亂時候 為甚麼中國會那麼希望有大一統 因為在戰亂的時候真的很可怕 例如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就好一點 三國時期 到了晉 西晉和東晉都是長期面對北方胡人的侵略 五胡亂華就是西晉時期 令到西晉要東遷 就要變成東晉 但是東晉也面對 上面的胡人 經常的侵略 經常的侵略 所以才有大量的山西人 河南人 遷移到福建 而福建有一條晉剛 就是因為 他們懷念他們的祖先 就是晉國 其實這個國庫 真的是不老禮 因為大家所知的 西晉就是因為 五胡亂華 亡國 東部變成東晉 但是東晉 東晉也是滅亡了南北朝 當然東晉 不是 不是被胡人消滅的 是劉豫散盡 是被中國人消滅 正常來說是被漢人消滅 但是劉豫的 對上還有北毅 還有北朝的北毅 北毅也分裂成北齊和北周 最後由北周消滅北齊 然後楊堅散北周 成為了徐朝 徐朝又被 李世民消滅 被李淵李世民的唐朝消滅 由唐朝打下來 不是唐朝 應該是 徐朝已經打了下來 統一了全國 之後就被 唐朝 取代了 這個是第一個時期 到了唐末 五代十國的時候 五代 發展到第三代 後進 其實 後進也是被胡人消滅的 當時的 遼太宗 耶律德國 徽軍南下 將 進國消滅 當時進是忘了國的 進國的大臣向遼清神 當時的 第二代 第二主人 石松貴 石敬堂的兒子 被耶律德公 捉了去 衝軍塞外 住到很遠 武雷公那麼遠 可能到了 黑龍江再北 這個 進國 是第二次 被胡人消滅的 因為第一次是西進 第二次是後進 所以進這個國好其實也不是很老禮 十分不老禮 當然如果你再說回之前的 這個戰國時代就三加分進了 更加不好 我們再說回中國人 中國人 在 歷史的紅樓 面前 其實就是因為 沒有辦法做奴隸 他們只是求安定 只是想做奴隸 但是也不行 因為在南北朝 在五代十國 他們 都是 那條命隨時有機會不保 因為 年年打仗 而當時的打仗 說南北朝 說五代十國 去哪裏打仗 都是屠城 而當時的屠城 不只是屠城 入到城 老弱的 全部 被 被我們做軍糧 是煮來吃 年輕的 就抽壯丁 被人抓去前線打仗 老弱的 全部煮來吃 做軍糧 大家想想 中國人為甚麼 是想做奴隸而求不得呢 是因為 他們連做奴隸的資格也沒有 當然 到了清朝之後 這個結局他們就覺得我們 做奴隸的機會是被楊貴子剝奪了 楊貴子使得我們連奴隸也做不到 所以他們很痛恨這個楊貴子 而這次楊潔篪 在楊貴子面前 熱氣風發 狗狗狗狗 使得大陸人很亢奮 所以才有這些東西出來 這個就是90年代 我們剛才說的 有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 後來還有一集 就是 中國 繼續可以說不 到了第三集 中國還是可以說不 然後還有一個五毛出的書 叫做《中國不高興》 當然是說美國啦 經常被美國 這個人權不好 那樣不好 中國人 一直以來 他們也是習慣了 終生為奴 所以 其實這個口號應該說 我們 真的不吃這一套 我們是要做奴隸 現在好了 皇帝有 太監有 敢以為周圍也是 最後只剩下13億奴隸 當然黨員不是奴隸 黨員只是奴才 就是太監 而中國 是有13億奴隸 而這班奴隸 其實是要誓死捍衛這個奴隸主 這個皇帝的權力 正如全聚德的鴨 誓死捍衛全聚德的發展 總之 全聚德的發展方向 我們一致贊成 無論發展甚麼 我們都贊成 他要烤鴨 炸鴨 燒鴨 用甚麼方式去炆鴨 煮鴨 我們都是一致贊成的 這個就是中國人 這一節我們先講到這麼多 拜拜